美国媒体近日爆出有多达46架F-35战机 因无发动机可用而处于停飞状态 虽然此前F-35战机也曾暴露出发动机磨损过快 维修周期过长的情况 但是这一问题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已经导致这款战斗机战备能力下降 美国空军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可用性短缺 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14号报道称 在7月13号举行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战术空军和陆军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 F-35联合项目办公室主任空军中将埃里克T飞克证实 截至7月8号有多达41架美国空军的F-35A 以及一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-35B 另一架来自美国海军的F-35C 还有三架交付给外国空军的战斗机 共计46架F-35战斗机因为没有发动机被迫停飞 原因是由于F-35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上的热保护涂层 磨损速度比预期快 导致发动机维护中心维修积压 无法及时完成维修交付 截至今年5月8号 美国空军已经收到了283架带维修的F-35A战机 这意味着由于发动机短缺 在这些带维修的F-35A战机中 有约15%的战机无法按时交付部队执行任务 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已经不是F-35战机首次在发动机上出问题了 早在今年的2月份 美国颜克空军基地就曾出现F-35战机所用的F-135发动机短缺的情况 导致该基地无法按要求尽快完成发动机的定期维护 美防务新闻网站当时报道称 导致维护工作积压的原因之一 也是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涂层磨损过快 这意味着维修站不得不将计划外的发动机维修工作 添加到工作清单中 当时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防部官员表示 叶片涂层磨损导致了严重的战备问题 而这个问题目前似乎变得更加糟糕 根据预测如果修复工作按计划进行 那么到2022年F-35机队可能会有5%到6%的战机 无发动机可用 而如果未能按计划修复 那么美国空军F-35战机停飞比例 有可能将会上升到20% 谢谢 población 谢谢 感谢观看